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你们知道吗 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一个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AI生成的文本、图像和视频、音频等内容了 那即便是有了这些AI工具 制作视频呢还是需要花点时间和精力 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恰的GPT呢 来帮我们写一些脚本、故事文案 那么再用文本转、语音等工具呢来合成一个音频 还要用一些AI音乐生成工具来生成一个音乐 最后呢还要整理一个视频和图像素材 那么这些动作呢都要耗费我们一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过今天呢小鱼儿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有很多网站呢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那他们集成了各种AI工具 把它呢融入到一个AI软件里面 可以让我们一站式完成一个视频的制作 省去了不必要的很多动作 那么今天呢小鱼儿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简单又好用的在线AI制作网站 Freaky AI 那么这个网站呢给内容创作者、给自媒体创作者 做短视频的一些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高效的AI工具 你甚至可以两分钟就完成一段短视频的制作 那么这款APP呢它可以通过你的各种方法最后来转成一个视频 比如说一个博客转视频 如果你想把博客的一些网络文章转成视频 只需要输入一个网址 Freaky AI呢就能快速的为你生成一段高度匹配的视频 除此之外呢 Freaky还提供了75种语言 2000个配音源 以及一个上万的一个素材和高清图像 供我们选择 那么无论我们有没有一个视频剪辑经验 都可以轻松的借助Freaky来完成各种类型的一个视频制作 那么更棒的是 Freaky呢还支持一个中文字幕和语音输出 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来说呢 是相当的友好 那接下来呢 小鱼呢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使用这个Freaky AI 那首先在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先注册一个Freaky AI 注册登录一下 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需要的朋友呢直接去描述栏找链接 我们点击登录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先注册 注册好的朋友呢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一个谷歌邮箱那登录就可以 那么这里我们点击登录 我们可以选择谷歌登录 也可以选择Facebook 或者其他的一个邮箱登录 登录了之后呢我们继续点下一步 OK了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了 那进入了我们的后台之后呢 我们先新建一个音频或者视频项目 那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video 我们选择一个视频 这里呢我们可以 我们需要给这个文件夹来取一个名字 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选择一个中文 这里呢我们不选方言啊 直接选一个简体普通话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16比9 直接点击这个红色按钮 那我们点击这个Magic Create 这里呢你可以选择创意视频 博客转视频 PPT转视频 以及推文转视频等功能 最后一个呢是将产品转入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想法 这里呢我们就把想法提示写到这里面 写一个核心关键字 那么这里Fleek呢不像其他的软件啊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中文 他对中文是能理解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分钟 那么可以选择一到十分钟 这里呢我们选择啊 这里可以选择视频 这里可以选择图像 那我们选择一个视频 那我们选择一个视频 在这完成之后呢我们就点这个CMAT 那创建中请稍后啊 这个速度也是蛮快的 这里系统呢它会问你生成多个片段 每一个片段呢它都包含一个文本配音 OK了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Fleek呢它帮我们生成了多个片段 每一个片段呢都包含一个文本 以及一个配音 还有一个匹配的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查看生成视频的效果 在我们的星球上 有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 等着我们去探索 今天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奇幻之旅 发现五个世界著名的景点 首先让我们飞往法国巴黎 欣赏文明侠尔的埃菲尔铁塔 这座铁塔不仅是巴黎的象征 也是浪漫与艺术的代名词 这个就是一次性生成的效果 是不是还不错 那如果说我们不满意 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动手来修改 视频的各项参数 比如说我们修改它的里面的一个文本 以及一个图片 包括一个画外音 这里呢小鱁儿就详细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背景音乐 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背景音乐 接下来再接着点这个按钮 那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音乐 来供我们选择 如果不满意 我们还可以上传一个自己的 生成的一个音乐 选择好了之后呢 我们点这个search 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wistleboard 还可以更换我们的一个播音源 点了之后我们点下面这个键 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这里面呢有很多一个语音 来供我们选择 这上面呢我们可以输入 你要的一个语言 哪个国家的哪种语言 方言都可以 包括男性女性 还有一个语言的风格 我们可以在上面筛选 那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那么这个区域呢 比较适合中文的一个配音 那这下面这个区域呢 比较适合一个 英语的一个配音 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下面这个方框 勾选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语音呢 应用到我们这个视频的 一个画外音里面 勾选这个按钮 那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对话框里面的这个文本 也是可以修改的 点击下面这个layout 我们点再点一下这个图片 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那还可以替换一个系统呢 自动匹配的一个视频素材 这里有锁呢 代表这个是我们用不了 但我们可以用这些免费的素材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免费的素材来用 当然我们还可以自己上传一些素材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用 Midgenry来做图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保存一个Midgenry的一个图片 把它上传到 这里呢 我们点选择文件 上传文件 然后点击这个红色按钮就OK了 在视频的右边呢 我们还可以对它里面的一个文本来 进行一个编辑 比如说它的文字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摆在下方 那字体的一个大小呢 也可以修改 文本的颜色 我们都可以修改 在完成所有的一个修改之后呢 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Download的下载按钮 那么就可以输出这个视频了 那么通过这个FreeKit呢 我们还可以批量生成短视频 如何批量生成呢 这里呢我会放到最后来给大家讲 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还没有注册FreeKit呢 这里记得点击下面描述栏的一个注册链接 那接下来呢我们试一试这个博客转视频功能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篇博客文章 我们要复制一下这个博客文章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返回到FreeKit 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选择一个博客 然后把地址连贴到里面 点击生成 可以看到啊 FreeKit接到指令之后呢 再快速的工作 系统呢它会访问目标网站 分析总结博客内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视频呢就创建生成好了 那这里呢 FreeKit呢它会根据这个博客的内容呢 来生成一个相应的一个视频的长短 这里呢即使我们很多新手朋友 没有一个制作视频的一个技能 那么我们都能轻松的将一个博客的文章呢 转化为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我对这个视频呢 没有进行一个任何的更改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就知道了这个博客转视频的功能有多强大 舌尖上的中国 展现了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店中将美食与人生故事紧密相连 引发共鸣 每季均有不同的主题 深入探讨食物背后的文化 制作团队深入各地 用心采集每个细节 通过高清镜头 展示美食的色香味 折尖上的中国 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标杆 看完了之后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博客 转视频的功能有多强大了 那这里呢在Freaky的帮助下呢 我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视频 并且呢把一个文本呢 转换成了可视化的一个视频 效率呢简直是不要太高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获得一个更多更专业的一个文本 小鱼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借助 恰的GPT呢来实现 那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详细讲解 短视频的批量制作方法 以及短视频变现的一个模式 相信我们很多的新手朋友呢 对这个都非常的感兴趣 那这里呢首先我们要用到我们的一个恰的GPT 这里如果说新手朋友们 你们还没有一个GPT的一个账号啊 大家可以在下面描述栏去找一个 GPT成品账号购买的一个链接 点击小鱼儿的视频 打开视频之后呢 点击这里 GPT账号渠道购买 我们点进来 那这里呢有很多的AI服务软件APP 一个GPT 还有一个Mijerly 包括一个Lotion 这里呢有一个独立账号 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合租的 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购买 点进来之后呢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啊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支付宝 或者一个PayPal账户呢 来进行一个付款 回到我们的一个GPT页面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用GPT来来生成一个 视频的标题和脚本 那我们再用这个Freaky来来进行一个创作 最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视频呢 上传到一个YouTuber或者Twitter 或者IG等短视频平台呢 获得一个利益 让它来帮我们实现一个被动收入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啊 那这里我都用中文来为大家演示 可以看到我已经来到GPT的这个页面 那在这里呢我输入了一个命令 请使用中文提供几个有关动物的短视频标题 按照以下格式世界上最丑的十种动物 那么或者说十大危险动物 我们可以从生成的标题里面呢 任意的选择一个 这里复制一下 Counter加C返回Freaky 这里呢我们重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我们选择一个想法 直接把它粘贴进来 时间我们还是选择一分钟 直接点击生成 提交 那可以看到啊 这个Freaky工作的速度非常的快 等待几秒就会按照一个标题呢 来生成一段一分钟 丰富内容的一个短视频 看一下实际的一个播放效果 可以看到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操作啊 这个视频呢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我们满意的话 直接就点击一个下载按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视频下载好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发到各大视频平台啊 用它来帮我们赚钱 以这个频道为例 那么这个频道呢 它主要是分享各种趣味动物短视频 可以看到啊 特别的奇葩的一些动物 订阅呢 已经快接近三百万了 根据搜搜不类的一个显示呢 它呢月入过万美金 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方法 通过用GPT来生成一个文案 再用Freaky来做成一个视频 那你们也可以制作任意 类型的一个短视频 我们只需要重复这个动作 简直就是无脑式的一个复制链贴 那么我们一天呢 你可以创建一百个视频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AI工具呢 来进行一个视频变现 总之呢这个Freaky 集成了微软文本转语音的一个NPI 可以生成70种语言 以及类似一恰的GPT 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 那么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简单的文本 就可以给我们生成一个专业的一个视频脚本 另外呢 Freaky呢提供了一个海量的一个素材库 方便我们一个视频创作 那么在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到了小游刚才的一个操作 就是一个创建加一个生成按钮 比起一个InVideo更加的简单 而且一个响应速度呢 也要优于InVideo 那么这款Freaky AI呢 是非常适合拿来创作一个短视频 无论你是一个新手用户呢 还是一个追求工作效率的一个群体 那我们都可以轻松的上手 不过这里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Freaky免费账号呢 有一定的限制 大家可以看到每天5分钟的一个积分 也有75种语言 Freaky免费账号呢 确实是有一些限制 如果我们想要解锁更多功能的话 我们还需要升级到一个高级用户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 来选定这样一个计划 如果你是一个视频创作者 那么这款APP呢是非常的适合你 好了今天呢小游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AI做视频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小游往期的一些AI视频制作 那这里呢小游也会把今天制作视频的链接呢 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去描述栏找链接 喜欢小游记得一定要点击订阅点赞 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